中国的搏击水平一直是不上不下 但除了张美丽这样的顶尖选手外 其他选手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至暗时刻 中国踢拳选手签约最多的莫过于万冠军赛 但是中国选手在这场赛事中却是输得非常狼狈 除了张成龙 张春雨 王俊光等搏击选手外 其他选手全部失利 这就让本来就不被国际看好的中国格斗又蒙上了一层灰 就连代表着中国搏击最高水平的邱建良 也同样遭遇水土不服败给了邱元浩贵 这种情况的发生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甚至有人发出疑问 中国格斗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面对外界的种种讨论和质疑 中国抗日名将魏锐发誓要一雪前迟 那在即将要到来的5月4号的比赛中 魏锐和邱元浩贵势必要展开一场 值得为整个世界拳谈关注的大战 此时的魏锐带着整个中国拳谈的希望加紧练习 势必要让所有人看到中国拳谈的实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